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当我们走进我们住的这个这个小地方啊 你会发现只要是他们随处可见的宾馆都会有这一些壁画 非常非常奇特的壁画 这个好像猪猪小鸟 这个地方是到底是什么地方呢 那斯卡就是以这个地画奇观为出名的一座城市 离开了马丘比丘呢 我们是继续乘坐大巴 去了这个纳斯卡的这个这个地方 其实本来纳斯卡这个地方没啥有人知道 也是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呢 这个发掘出了几个墓 墓地啊里面有很多陪葬 还有一些活人祭祀 这个考古学家这个觉着这个地方可能有有的晚啊 能发表几篇论文 后来这个考古学家风影而至的时候呢 他们坐小飞机来勘查这个纳斯卡的地形 偶然之间发现了纳斯卡的巨幅的地画在这个陆地上 多大的三四百米甚至四五百米这么大的一个画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是很不可思议 就先前文明怎么会有这么庞大的这种东西 并且地画很多画都是鲸鱼 这种在沙漠里面根本就不可能有的东西 甚至还会有这个宇航员 所以他们解释不了这个东西啊 他们觉得这可能是外星人画的啊 这个地方就被越传越玄乎啊 纳斯卡就就出了这个名 至今纳斯卡的地画也没有被人给给解答出了 是世界未解之谜啊 没有能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怎么画的 这个东西 因为很多图形还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啊 他们觉得创作这么大的一个地画啊 即使是放到现在啊 也是很难的达到了一种东西 通纳斯卡呢 其实你可以通过花很少的钱啊 比如说啊 六十美金左右啊 你可以乘坐一个当地的小飞机啊 坐六个人啊 然后你可以在空中啊 进行半个小时的一个一个游览 你绝对想不到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机场啊 建的跟个大巴车道一样 这一群人在这等等大巴感觉 感觉啊 我们乘坐的是今天的这一个 啊 AERO POWER CAN AERO POWER CAN 这个是他们当地 我们认为是最牛逼的 因为它最贵啊 然后并且毫不给你还价的余地 完全没有还价的余地 原价的话 一般都会给你八十刀 八十刀 然后讲到六十五刀的时候 就还没价来了 我们是拼了老命了 以我这个极强的 我个人以为极强极强的还价能力啊 也没有把价格还下来 最后就是六十二刀 六十二刀坐了这个飞机 六十三斤 你也瘦了 我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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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的 我的妈呀 啊 又瘦了 好刹心啊 我来的时候 出来的时候是六十五公斤 妥妥的 我出来了四十五天左右吧 现在还有六十六十三斤了 旅游减肥啊 旅游减肥啊 小老板 肯定不薄 这倒也不薄 这倒也不薄 他这个刚才有一个 环节是称体重啊 称体重为什么称体重呢 因为我们的飞机实在太小了 载客量有限 你如果太重的话 呃 你是你是可能都有点问题的 调配你的飞机的 哈哈 我们是来到这个机场了 我们这个非常的惊奇 发现这个车 这个小飞机的简陋程度 超乎我们的想象 啊 既然还没有一辆车大 我们现在有几分钟 拍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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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长我们照相了 那我们就拍照吧 他来讲了一下 我们会在哪个地方看到什么 他会告诉我们在耳机里面 但是如果说 一会儿飞机飞的声音 会非常有点大 这个声音完全没法录音 啊 所以说可能就会 你只会留下图片 或者说是video 但是可能就没有我的解说啊 正好 这边 这门飞机门就这么全开了 然后人就这么进去了 这飞机真是小的令人发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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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禁令空间你看就看到了 并且和这个飞机驾驶员 是完全的看到他们怎么开飞机的 我们的每个人都在这种狭小的一个小地方 在坐着 坐着之后我们的 一会儿把这个侧门会过关 我老是感觉这个门不安全 会在半空把它开掉 等一会儿可能飞机会很颠簸 因为这个飞机实在太小了 飞机就要起飞了 请坐着附好 请给有需要的乘客让他坐 看飞机的小伙子年纪非常轻 啊 一表人才 贾老板 你有没有很紧张啊 没有 没有吗 坐这种小飞机我感觉好怕哦 一些走着给人很不靠谱的感觉 呃 当然既然运营这么多年也没有什么出过 那么事故 我们腿还应该是相信这个飞机的实力啊 比较生意 记 אח 哎呀 好 这个驾驶员的引导下 你可以看大约是10到20个地方 所以说这也是一次 比较奇特的一次经历 如果说你要有幸去了 这个纳斯卡这个地方 你可以去乘坐这个小飞机 但是我要给大家一个忠告 就是这个小飞机特别特别晕 因为小飞机不断的要盘旋 并且盘旋的时候角度特别特别歪 清晰可能50多60多 甚至会把你反正特贼难受 我最后是吐了 所以他们觉得大部分人可能都会吐 我反正是吐了 这是你们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体验不用不是很舒服 但是你可以一览 这个世界十大未解之谜 连纳斯卡地化了一个全貌 降落了降落了 我们从飞机上下来了 大家看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我们张老师嘔吐之物 张老师凌贵之物 张老师真的在上面为了给你们拍视频都直接吐了 对你们他妈不点赞对不起张老师吗 我擦啊 这个我们公司给我们发了证书 看到没有 证书 发了一个纳斯卡的一个 来这个国家一定要做这个公司 公司是最牛逼的公司 整个过程看了非常非常多 他的指挥还有他的那个提示都非常非常到位 我们都精准的发现了这些所有的计划 就是在空中看的这感觉真的是 呃 amazing 就是很不同很不一样的这种旅游体验 我感觉这个鞋吃 对 呃 毕鲁的时候我们开始反方向走 往往南走 本来都是一路从南往北走 从南极嘛 一路往上 从阿根廷 巴西 波雷维亚 毕鲁 然后毕鲁之后我们开始掉头 掉头往南走 相当于打一个圈回去 然后我们离开毕鲁是要去治理 从毕鲁来过境 过境之间的城市叫阿里基帕 阿里基帕本身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城市 我们是在过境之前才知道 要去阿里基帕来 来转车 转车乘坐国际打巴去这个治理 然后去到之后我们就惊呆了 没想到阿里基帕这个城市这么大 如此的大 呃 因为之前去的包括库斯科也好 普诺也好 这些毕鲁的城市 我们理解的就是比较知名的城市啊 都很小都很小 阿里基帕很大 并且有很多现代化的一些 一些东西 楼房啊在里面 我们是有点刮目相看啊 反正相当于一个中国的四线城市 差不多 但是四线城市也是对于南美来讲 是很大的一个一个地方了 我们在阿里基帕里面逛了一个 四层的shopping mall 啊 已经有了这种 shopping mall的这种概念了 万达 我跟叫做阿里基帕的万达广场 好吧 完了完了 我们去了四楼吃了一个burger king啊 吃了一个当地的burger king吧 啊 薯条炸鸡 感觉回到了大城市 啊 然后呢 阿里基帕我们那时候驻扎一下 然后琢磨着当地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啊 我们可以打听一下 有几个项目 一个就是去一个山谷里面看鹰 啊 这个鹰很大 赤斩可能一米五 然后就想 哦 一米五的鹰还真是蛮大 哎 我觉得不错啊 另外我就听他们讲 阿里基帕可以爬火山 爬阿里基帕火山 爬MISTI 这个 这个火山 海拔多少呢 5800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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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琢磨呢 之前我爬的最高的山是这个高原波旗的时候啊 爬了5700多米 这个要不要刷新一下我的这个爬雪山的一个一个记录啊 反正超过5500米的雪山我们要就挑战一下吧 对不对 啊 今天早上是来这儿的第 第二天了啊 第二天之后我来这儿就准备出发了 同行呢 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啊 我的搭档呢 他去了 CANYS啊 去看大大展翅的鹰啊 希望他拍到好的主材 我这个攀爬需要两天啊 第一天攀到4200米大北营 然后第二天早上是凌晨12点啊 爬起来就冲刺 冲刺5800米 嗯整个过程 大家都知道高原攀爬的话 嗯 养航量在这种地方应该是不足40%的 所以说 对于这个个人的体制和毅力吧 很大的考验啊 我之前是爬过干约波旗啊 搬过干约波旗 干约波一种冲刺 但是5700我已经是体验到了这种生死的感觉 生无可恋了 嗯 ABC的时候我走的比较快 走的四点半啊 但是ABC海拔低啊 它只从5万米跨到4130米 所以说 MISTY是我人生之中 最高峰啊 5800米 祝我能登顶啊 最后的两位 这些人应该就是我们一起的团队 哈哈哈 哈喽 DANIEL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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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IEL来自 来自迈阿密 哈喽 迈阿密 哈喽 哈喽 OK 我打包完了 所有东西 从那个包啊 一会我们的 还要装 像老师装五升水 我装五升水干嘛 我根本喝不了 他说 晚上的时候得做饭 做饭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要均一点 可能我们今天 我徒步的时候 我喝两个三升啊 剩下可能要剩个 懒了三升 要今天晚上做饭 我们今天在 大本营在四价二十米 就是一个棚屋 我想象应该是棚屋 不可能很好 呃 在那准备一个晚餐 然后就 呃 你要你帮我把这个 呃 钉鞋 看到没 汉爬 汉爬冰原用的这个 东西给我打包好了 我现在 把它一同放到我的这个 呃 七十五升的大包里 嗯 昨天晚上很不巧 昨天晚上一直在下雨 然后 呃 misty雪山上面一直在飘雪 呃 所以说我不 我不知道昨天晚上他们在 大北营那些那帮人睡的好不好 哈哈 可能是风雨交加哈 生无可恋 我们今天好多了 我们今天是大晴天 呃 大晴天之后 但因为昨天晚上 积雪已经清晨了 所以说雪线很 很低 呃 我们明天早上 可能一早起来 就要把这个 钉鞋穿上 防止在 雪山上面 出现意外 打滑或者跌落 包子已经整装再发了 我们要跑 一会就上 上这个车 上这个车 一会儿 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